好的 這次影片是介紹我認為 重新最美的一條道路 中山市路 這個是很多人都會介紹 來這邊拍拍照片 拍拍很漂亮的照片的地方 我們就來這段路走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整個街景 這個感覺像山 但是實際上是像小 你不覺得走起來不會累嗎 它是平的 錯覺 那邊那個最有名的 就是那一棵 有沒有 前面那個 中山市路很有名的 樹就長在牆壁上 而且是在街道上 自然的一個藝術品 就著根在牆壁上 那邊也有 在重新會有很多類似這種情形 就直接樹啊 就長在牆壁上 近距離的給各位看 樹呢 盤根在牆壁上 很特別的地方 很特別的地方 在這邊 有沒有 很特別齁 自然的藝術品 很特別的地方 增加岩站 2號和10號 那邊有指標 因為我們是做 因為我們是做 摳車的 就是 網約車 我們現在這上面 的地方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靠一支棒子 這條路基本上就是 感覺就是像這樣 清清爽爽的 而且沒有人潮那麼多的壓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八十一號最資格 接獎 這邊走起來 很有詩情畫意 真的很美 難怪叫做到重慶這邊啊 中山四路 值得來走走 我現在 體會出這種感覺 這條路 中山四路 沒有啊 你跟我一起拍啊 好沒有 多睡嗎 停留公館 对外停车场 不是景点 每间店啊 感觉都好有文创 八鱼会关刀咯 这里面 改成餐厅了 前面呢 这是八十五号 创意公馆 提前 那我们要来的是前面这里 连喝个茶都这么有文创气息 好了 今天的比较重头的地方 就是这里 这里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地铁站 公馆 在左手边 那前面好 那这边逛完呢 等一下我们就坐这个地铁 这是最好的路纪 不知道第一女主角对我这样的路线 感觉怎么样 什么 听不清楚 她不跟我说了 这边是增加盐 网场 那那个是地铁站 怎么样 不是那里啊 前面才是啊 那是指标 前面那个才是啊 好的 这支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见